要说最近大火的电视剧 东宫绝对有一席之地 这部被大众所关注的小说被改成电视剧以来 一直备受关注 该剧是改编自非我私存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本世西梁国的九公主 因为和亲踏上了中原之路 与当今的太子之间发生的感情纠葛 电视剧播出至今 不管是话题度还是观众的讨论度 在微博上都是居高不下 虽然说一周只更新四集 但是依旧有不少粉丝和观众 每周转时守在电视剧前等待更新 在最近的剧情中 小枫再次穿上红衣出现在李承鄞的面前 虽说李承鄞和小枫都因为跳下望穿丢失了记忆 但是身穿红衣的小枫出现在李承鄞面前的时候 还是不免让李承鄞看呆 这部剧虽然是改编的小说 但是男女主的选角真的很符合原著 不少原著粉在看了剧之后 都认为男女主不仅演技好 颜值也在线 李承鄞的扮演者叫做陈兴旭 虽然出道比较早 但是一直没有大火 之前的电视剧让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新版的《射雕英雄传》 此次出演东宫 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认识他吧 毕竟有颜值又有演技的演员 值得被更多的人知道啊 女主小枫的扮演者叫做彭小冉 做演员之前是一位主持人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 此次在剧中的表现总的来说是很让人惊喜的 演技非常自然 一点也不尴尬 特别是身穿红衣的样子真的非常有西域风情 在微博上 男女主也经常会有互动 可以说是CP粉的具外福利了 虽然结局很虐 但是男女主中间多发点堂 对于粉丝来说还是很受用的 你觉得东宫的男女主 在剧中的表现怎么样呢 只有这一种介绍的 Madri 我们的 마음的 마음 优优独播剧场上 可以描述 越来越来越来越多了 像一文的美容